第31例是從我們第27例所衍生的 就是第27例的長男28例 他的孫子就是長男的兒子 家裡的部分的話 他們家裡的那個互動其實還算是親密 因為這些的人他們住的距離不遠 那他們的互動彼此間往來非常的頻繁 他大概是一個青少年 那當然還是學生 第31例 那第31例方便讓大家了解起見 第31例是從我們第27例所衍生的 就是第27例的長男28例 他的孫子就是長男的兒子 那這樣子 總共是他家裡27例裡面 那總共衍生的這個家庭 總共衍生的5例 就27 那28是長男 那30案是他的妻子 那29案是他次男 31案是孫子 那今天早上確診了 那現在相關的醫療 也已經展開 那有經過情況 再跟各位來做報告 家裡的部分的話 他們家裡的那個互動其實還算是親密 因為那個這些的人 他們住的距離不遠 那這個他們的互動彼此間的往來非常的頻繁 那過年的當中 沒有特別講述說有什麼樣特別的聚戰 但是我們知道他們家庭的互動性還相當密切 你所提到他怎麼全部家裡 9位 那其實都有採檢 至少都一次陰性了 那有些是在等第二次的陰性 31例那個個案 他是案27的孫子 請問他的年齡大概多大 他的身份是不是一名學生 那因為他是無症狀 不曉得他身上的病毒量是高還是低呢 是不是跟爺爺同住 他大概是一個青少年 一個青少年 那當然是還是學生 在寒假的時候 那他的病毒量的時候 我需要再瞭解一下 但是一般而言的話 這種的病例的話 那病毒量都不會太高 那詳細我還要再瞭解 是同住在一起的 有禮拜四起 我們本來就是說兒童的健保卡 13歲以下 本來有單瘡號的限制 現在也取消單瘡號的限制 他每天都可以 就可以買 那以前是可以代買一個 我們現在可以代買三人次 我們2月27號起 那實名字的口罩 我們做了一些 微調 做了一些 微調 再來看就 禮拜四起 我們本來就是說兒童的健保卡 13歲以下 本來有單瘡號的限制 現在也取消單瘡號的限制 他每天都可以 就可以買 那以前是可以代買一個 我們現在可以代買三人次 你帶了三張小孩子的健保卡 13歲以下的健保卡 就可以買 每一個人四片兒童口罩 可以買三人份 那再一個 把它放寬 最主要是 現在這兒童口罩的供應量也充足 那學校也開學了 可能使用量會比較高 那為了方便我們的家長 能夠說不用那麼多的排隊 那或者有時候家裡有兩個小朋友 或三個小朋友 身份字號不同 對他們也帶成一些困擾 要很多的時間 來買口罩 所以在口罩兒童口罩供應 比較充足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放寬這樣的條件 希望跟大家更方便 那其餘的規定是沒有變